啊对的没错啊 这次呢预避呢 他又在TU6上面 十世纪的加强了无情这把奇特的步枪 你还可以注意得到 五发基底呢 就可以碎了他全身的甲 然后呢再补两发啊 就可以秒掉他了 无情呢 在经历了乍起大陆的平衡改动之后呢 这次呢终于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甚至比以前更强 那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 给大家带来是两套新版的无情套 待会呢也会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两者的差距 那么呢有关注过我的动态的小伙伴们 应该也知道 我从昨天才刚开始研究这个套装 研究了一天 然后640万的伤害 今天呢又悠悠化了一下 提到了797万 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呢接下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极限的伤害 797万是怎么来的 在同时触发二冷还有探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达到797万 那么呢四色五路一下就是800万 所以说标题就是这么来的啦 刚演示用的套装呢 就是面前这一个了 当然呢我更喜欢的是下面这一个 细心呢你已经发现了啊 他只是手套换了一下 多了5%的武器伤 所以说武器呢达到了49.2k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武器的天赋 这次是加强的 你可以看到100%的伤害 那么呢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套啊 触发探子和不触发探子的伤害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么呢晚点再给大家详细解说 每个部位 首先呢是没有触发探子 一发激励42万 那两发激励呢 则是127万 接下来三发激励则是255万 接下来四发激励啊 425万 最后呢五发激励637万 接下来是触发探子之后的伤害测试 一发激励呢51万 两发激励呢153万 三发激励呢306万 四发激励呢510万 五发激励呢765万 那么呢以上呢就是这一套的伤害测试结果了 无论触发或不触发探子呢 伤害都是挺高的 那么呢二人手套这一套呢 我到时候没有测试 如果你没有机会触发二人的话 你的基础伤害就低了5% 如果有机会触发二人的话极限伤害呢能达到797万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讲装备了 那么呢你也知道 现在云圈天赋呢不能叠加使用了 所以说只能带一个暴力物伤害的天赋 同时呢你还可以注意得到我左边三个黄叉都带了暴力物伤害 那么呢你还可以注意得到阿尔贝斯的胸甲和枪套呢 同时可以做到红叉黄叉并存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阿尔贝斯挺牛逼的 那么呢如果你的武器想要达到那么高的伤害 你不仅武器伤要搞暴力物伤害也要搞所以说红叉黄叉必须得有 好的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具 面具的话是选用这个具名的面具 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天赋是加强版的 你可以看到受到脉冲影响的跌量呢增上20% 提升了5% 同时呢独新面具呢还提供了一个黄叉可以插暴力物伤害的 其实呢你不用担心这个脉冲触发的问题啊 你完全也可以不必带脉冲的技能啊 如果你8人本队伍里面有个先锋的话 他可以给你全程扫描9秒一个扫描 队里必须有一个先锋一个王牌 这的话全程都能吃到扫描的增伤还有王牌的增伤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早期用的这个面具啊 是带精英上的毒吸 那么呢背包用的是霸主军备的啊 这是我开了两天的巷子 唯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那么呢它的属性呢有生命值有技能强度和武器上 当然呢我希望它的技能强度更高一点 或者说技能强度这里是百分比的生命值 或者说暴击概率也可以这样的话 我的护戏和枪套都有更多的选择了 这个背包呢是有带一个红叉 而且呢它有火花生机这个天赋还是很不错的 火花这个天赋超级好触发的 只要你造成了爆炸也就是无情 你一枪就能触发这个天赋 全程稳定百分之二十的增伤 那么呢背包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具名的中国光能 它的天赋呢火花增伤至百分之二十五 只不过这一件它是环差 如果要用这一件的话 我的背心和呼吸都得换掉 然后呢开了两天的巷子呢又没拿到心仪的背心 所以说很伤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是阿尔卑色的极性胸甲啊 然后我把这个属性的洗成的暴力物伤害 还带了百分之九的基础武器伤 还带了一个破坏之王的天赋 然后呢它还带了三个杀草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插武器伤还有暴力物伤害了 额外的话再来点生命值也是挺好的 其实呢如果天赋是弹头 那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暴力物伤害加成了 那么呢接下来手套用的是阿尔卑色胖帕手套啊 自带百分之十一的不强伤害 然后呢把天赋洗成的精商还带了一个红叉 这样的话伤害还是挺高的 另外一个手套是分离式的 两个天赋 一个二轮 一个基因伤 还有两个红属性 接下来枪套用的是力矩枪套 这个呢在制作上可以用设计图制作出来的 那么呢它还带了一红一黄的插槽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插暴力物还有武器伤了 最后呢户系用的是中国光蓝的 因为它有加百分之十的暴力物伤害 而且呢它有个新的天赋 就是在炎体内就可以给总武器伤增三百分之十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它要求十一伙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整个装配很多火力 对不对 而且呢这个户系还带一个红叉 所以说还可以再加一点武器伤 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放一些数据的截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呢这个装片呢 大家也不要操作业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搭配 并不是特别完美的那一种啊 这只是测试服第一个版本的新无情套啊 测试 后续呢还会推出第二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的啊 新的无情套啊 大家也可以呃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 配出一个更不一样的啊 伤害更高的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硬币收藏 加关注加分享哦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